中學民憑示範榜 七個人考獲七科五星星 分別來自六間學校 其中屯門補糧局董玉替中學 更加是誕生超級狀元 來自屯門補糧局董玉替中學的趙爾納 由七科考獲五星星 包括化學、物理、經濟 而數學延伸部分也是考獲五星星 成為這間學校第一個超級狀元 屋企人趙祖和趙爾納一起到學校取成績單 另外來自深水埗英華書院的程朗 是其中一位狀元 拒絕修化學、物理、地理 打算在大學讀醫 將來做醫學研究 其他狀元分別來自 姓氏堤犯女子中學 拔帥女書院 伊利沙伯中學 姦樂薩、聖馬尼書院 另外這間位於石劍美的中學 全班三十個同學 一早回學校等得成績單 老師排發成績單之前 再鼓勵同學不用過分憂慮 有需要時可以找他們諮詢 部分人得成績單後 成績比起預期好 情緒較為激動 預計自己都入不到大學 但現在這個分數應該夠入大學 因為成績超出了預期 所以都挺開心的 可能如果報科都是要看回 負責老師怎樣去幫我 或者自己填Drupal 算是釋懷 至少知道結果如何 就不需要像之前那樣 不想不落 知道結果無論如何好還是壞 都是比較接近自己預期的